大家好 早上我觀察我現在大約分做十個時間點 來表達我觀察的第二組 第二組的AB兩個同學 那首先大約在10點10分我們開始上課 14分左右 我們這一組的整個組都是比較靜貌 那這個時候我們這一組裡面的2B 2B這個同學就開始有一些動作 所以開始要來呼應這個課程內容 然後接下來我看到這一組裡面 我們主要的一個靈魂人物應該是在2B 在2A跟2B之間經常會在做一個細身的一種討論 比如說他在畫圖紙的時候 一個人畫A一個人畫B 他們也發揮了一張互相協助對準功能 然後在10點22分的時候 這個時候2A2B都一直在討論 還有跟前面的是2C也在討論 但是等一下呢 楊校長會去補充有關2B的一些動作 那接下來在10點28分的時候的話 當第三組上台報告表達也完成 那個時候我們2A這個同學 有細細的在思考 然後參與這樣子一個學習的過程 他注意力有集中到裡面去 然後當10點30分的時候 當1A1B兩個人口齒上清晰的表達 一個一長串的一字 那個時候老師在引導學習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在2A2B 這兩個同學一直是很投入的 同時我們2B還主動拿起古紅色的紙要寫 可是這個時候的話 2C把它搶回來 結果說他們之間這個小組之間 他並沒有說很密切的溝通 他們就有時候都很有自己的主張在做 如果10點42分 第二組上台分享的時候 2A講得很清楚 然後4C也會同學就上台來補充 呼應不同的責法 我覺得這個應該算是一種邪龍邪西的這種方式 但是這個時候的話 兩組並沒有不會的問會的 也就是說並沒有發揮所謂那個不會的主動待會的 因為不是說會的叫不會 是不會要發揮的 可是這個時候並沒有發現到這種情形 在10點46分的時候 我們這一組是第一個上台去貼白板的 在我們報告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的是報告不受 但是這個時候感覺到說 在報告不受 但是竟然掌聲的鼓勵 那在10點57分的時候 還是一樣 這組的 第一組的A B 這也會同學 參與對方的C組 也是預先討論 但是 顯然的 我們這個時候還是有一個比較好 沒有注意到 到11點5分 第三組上台報告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發現到這時候 做雪人的這一段 老師用抽象的概念 用記憶的東西來寫習 然後我們A B 這幾個同學都很投入的去跟大家 一起來報告 那接下來是在11點11分的時候 有一組的同學發現很特殊 就是把一張紙 在這四等分 上面的一等分是空白的 那這時候 確實在我們在思考的時候發生的障礙 然後這個時候我看到 我們2A有要回答 但這時候被老師搶劫回答了 整個來講 2A這個時候 答也算是還不錯的 到了後來的話 11點28分的時候 已經告一段落了 我們就發現到他們很閒 整組 我們這兩個人 都在塗鴉跟寫話 到11點32分課程結束 報告 好 我們謝謝 我們謝謝 謝謝 輕 computing 一杯 你的 适用